自己覺得啦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越南女生 你知道越南女生 其實他們 你老 我覺得應該是說 在我的印象裡面 越南人比較像 亞洲人的西班牙女人 覺得他們身材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都很好 聽說都很白 然後胸部很大 可是該有肉的地方都有 然後不該長的地方 他們也沒長 那我就覺得 你知道其實我聽過好多 就是台幹 他們在 因為現在越南很多工廠 他們都有所謂的 那其實這些越南太太 他們是怎麼做 他們就是 我也是聽別人講的 就是說他們不吵不鬧 然後他們就是 你這些台幹 剛去越南的時候 因為越南消費很便宜 不管你去剪頭髮 按摩 洗澡 然後做任何的事情 然後慢慢的這些越南女人 他們就會因為 有點像是生活起居上面 有照顧你 那他們自己會去 他們也很主動 就會說 你需不需要一個煮飯的 我可以去幫你煮飯 可能一個月才多加10塊 20塊美金之類的 其實他們就是 慢慢的就這樣侵入你的生活了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在越南就是在異鄉 然後自己的老婆小孩都不在 你慢慢的你就會覺得 她是你精神上的依靠 然後當這些台幹 回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會 這些越南老婆不會來 侵犯正宫的位置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 越南人真的 越南女人在我的印象裡 也是 也是滿厲害的 活塞雷 對 真的 真的 最近越南區別上 我這幾年就是我的研究 是 研究 對 對 就是 之前的研究 不好意思 她的論文 現在已經出版了 好 我覺得是 最近應該是太多有錢人 過去的關係 現在是不像之前的越南那麼好 對 對 但是確實是對不對 服務比較不好 對 對 對 確實是越南人的生產 我聊到什麼時候啦 你也太熟了 那你跟你越南老婆 多久聯絡一次 我大概六個月一次 好啦 六個月 你真的很狠心耶 六個月也不跟人家聯絡 真心喔 Ruida 那你最怕的男生去哪裡 我覺得總瓜來說呢 我會最怕男生去澳門 怎麼又來了 澳門這個地方就是會讓人 因為那個有飄我們是知道 有賭我們也知道 可是澳門那邊同時有很多 就很多淘金女 她們都會往澳門那邊發展 然後一向之前 我就有朋友去澳門玩 然後她在那邊就 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個女生 就她也不是 她也不是妓女什麼都不是 就她就 她跟我們朋友說 她也是來玩的 然後很漂亮 完全是我們朋友的菜 然後我朋友當下就覺得 第一天就立刻戀愛了 然後他們接下來這幾天 在澳門每天都是一起的 然後女生就帶了她去 買了不少的包啊 吃了不少的好東西啊 然後就等到我朋友 好像錢快花完的時候 那女生也不見了 就真的就不見了這樣子 天喔 後來才聽到說 原來她那邊有一群 職業淘金女 是有這個 就在當 把這個當作職業的女生 她們是第一個 七本薪水 然後譬如說 她還有基層的薪水 然後就是說被刷卡 或者是自訂的一個點 刷卡的理論 大概十八個還該走 我講到什麼之後啦 欸 你不要講 我以為你認真的耶 所以她刷卡還可以 那個女的還可以抽十趴 哇 就等於她不要包 不要賺錢 不要錶 對 後來跟她換現金 這個 她們會買了 就是讓人 那個這樣男生買了之後 她們其實是立刻拿去那個 對 旁邊都有退掉 或是旁邊有很多那種當庫 可以立刻當掉 澳門超多的 而且其實那種的女生 看就知道了 那個樣子就是臉嘛 還有身材就是太有特色 我看到那種女生會怕 所以其實我們最應該去的地方 是澳門的當鋪 對 去 好 因為裡面 它有便宜貨可以撿 對 而且全新的 對 全新的 是不是 欸 可以喔 又殺出一條血路 有一個地方其實比較相近澳門 就是摩納哥 摩納哥 但是是比較小 其實摩納哥是全世界 第二個最小的國家 對 然後在那邊其實有一個賭場 叫摩納哥 然後這個卡金套在很多 James Bond 007有看到 哇 那個Ocean 12也有看到 而且進他的賭場 也不能亂穿耶 你到那邊都是很貴的吃 法拉利 馬賽拉提 餐廳啊 女生 男生都是很有錢 所以很多法國人會去那邊 會覺得啊 我 就有錢啊 就可以開始賭博啊什麼的 但是會 失很多錢 現在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 因為其實澳門的這個賭場的市場 最近年其實減少了很多 其實韓國有一個地方叫基州島 基州島最近年其實發生得很好 因為他們現在第一個 大自然非常的美 然後旅遊很棒 大家會講中文 第四個就是賭場很多 那他們的賭場大概有八個 然後品質都還不錯 那我為什麼覺得 賭博是真的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以前就是在 專門去帶賭客去國外賭吧 然後這個地方真的很危險 超危險的 因為我跟妳講 賭久了一定會賠錢 那你要賠多少 就是真的會影響到 整個家庭的狀況 我記得有一次我帶一個客人 去基州島的時候 但是整個家庭去的 賭多少就會輸輸輸 輸到第四天 我不看妳看好笑 他說的大概四千萬台幣 可是 平均一天撇一千萬就對了 好可怕喔 超可怕的 然後就是他一直要想辦法 把這個監緩回來 所以最後還是把房子啊 折子啊 然後公司的股份什麼 全部賣掉了 然後後來我就 過了好幾個月 就沒有遇到這個客人 然後問老闆 他不是常常跟我來嗎 他後來就跟我說就是這個 跟老婆離婚啊 然後出好多問題 然後就現在就是很糟糕 所以我覺得基州島 是一個很不錯可以旅遊的地方 可是如果跟 自己知道 男朋友老公喜歡讀的話 千萬不要去 本有一個地方 不是有那種喜歡看穿 女僕咖啡廳那種 女僕店 對 那也是 去過嗎 秋葉園有很多 對... 女生也可以進去啊 可是女僕咖啡廳那沒什麼 他不是就是穿女僕 對啊 那能喝出什麼問題來嗎 對 但是你進去 會覺得那些女生很可愛 也很可憐 因為他們很認真工作 也給你什麼唱跳表演啊 但是一杯飲料 就已經要一千塊台幣了 那如果你想要特別支持 你喜歡的女僕的話 你要做那個 VAP位置 就要四千塊台幣 位置而已 對 對耶 滿貴的 對 想一想貴喔 很容易破產 很包場的概念啊 真的 夢多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那邊齁 基本上啦 就是說因為我是比較少去啦 因為你說喝女僕咖啡會喝出問題 沒有... 因為主要的是 那邊就是你講得沒錯嘛 不是 他就是喝不出問題 他才很少去 對... OK 因為那邊是其實很健康的 是 但是你知道嗎 客人也是要演戲喔 譬如說 因為那個如果你害羞 或是不敢... 就是... 互動 對 就不用去 因為我第一次去 就是一個宅囊喔 他是通常很宅喔 就是這樣子宅囊 你覺得你講這個 我們會相信嗎 這個是真的啦 然後就是 女僕來喔 女僕來就是那個 就是cosplay很漂亮 他說 好噁心喔 真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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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講就好 不要比那些 真的啦 你不要模仿那些女僕好不好 然後... 然後我就是插演說 我是一杯咖啡 是這樣喔 那個宅囊 他剛剛是不是這樣子 我給我一杯 Cappuccino 不是 就這樣子搭輪子 要互動 好像是這樣 真的假的啦 好像是這樣 好像是這樣 因為我有去過 然後我連吃咖啡飯之前 他就說 你要跟我一起那個變魔法 然後就要一起跟他在那邊跳這樣子 跳完才可以吃咖啡飯 好讓我翻牌耶 可是如果我不會跳下去不能吃嗎 有的宅囊 我有事 常常去做那個VIP位置 然後就是一整天都在那裡 所以他們已經備好他們唱的歌的歌詞跟動作 他們會一起站起來跳舞 對... 然後我們在旁邊 不是在幹嘛 傻眼耶 他們在跳 然後那個女僕比如說 卡里飯來了嗎 這個就是我的 安心 卡里飯 真的啦 好笑不笑耶 還有魔法棒 這樣子 假的啦 然後就是我們吃不完嘛 對不對 我就是吃到一半囉 他那個女不吐的那聲 我們天開女優 還被罵耶 打他啦 所以一定要吃完 吃完吃完 對 這就是宅男愛去互動的一個地方 不一樣 另外一個文化 對 我覺得很有一個地方是德國 德國怎麼會 對 可是他的危險不一樣 跟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國家不一樣 像我 有一些一陣子我一個爸爸的同事 他帶他的全家 就是 全家人 就是像老婆 兩個小孩 去德國玩 因為他們是開車的去 然後他們是說 就是本來是要在德國待 可能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可是 這個男生 他開車的時候 發現他的車子 其實沒有那麼的好 然後他也覺得 喔 機會來了 現在在德國 所以他把他們的錢都花光了 還有申請貸款 還有借錢 然後借過去不能玩 所以他就說 喔好 我們現在開車回家 誇張了 對 然後他的老婆就很傻眼 因為本來不是帶小孩 就是看風景啊 什麼就是旅遊啊 你最 就是最一開始把錢花光 就這樣子 對啊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是回家的這個路上 就是一直在吵架 他們開車三天 三天一整天吵架 但這 對 這個行為是不鼓勵 可是我說這個動作還蠻酷的 對啊 他可以 到德國買個車 然後開回家這樣 這還蠻酷的 真的便宜很多 真的便宜很多 對啊 那個歐洲 本來已經比亞洲便宜很多 再加上德國 真的是整個歐洲 最便宜的地方 如果要買那些德國造車 可是如果你德國 比如說你去德國買了賓士車 讓當地買便宜 你開回家 你不用付 那開得去嗎 沒有啊 不用 拍照 你可以 因為你是外國人 就像這個人 他是俄羅斯人 他是去德國 他的那些稅有點不同 所以他 雖然他也要報一些 可是他報之後還是 還是便宜 打完稅以後還是便宜 對 不是 他那個是在德國附近 你開回來 你怎麼開回來台灣 我是說如果在德國附近的話 可以 可以 聽了那麼多 你看 帶另外一班出門 真的選擇地點 非常的重要 還是就把他帶去鬼蛙島 就離開 而且中間呢 如果有一些不清楚的 你可以到夢多老司機的粉磚 去查詢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粉絲一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而粉絲一牆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